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我是戴麗剛 歡迎收看新聞龍捲風 南海的議題在我們中華民國而言 其實我們總是缺那麼一席 為什麼呢 因為各個國家都在爭奪之下 我們卻只有在旁邊觀看 但是在這樣的爭奪之下 你如果不跟人家爭奪 你就沒有任何的機會 來看看三張圖 第一張圖是什麼呢 看看從黃海出來的一個龐然大物 這是什麼呢 是航空母艦嗎 還是什麼樣的船舶呢 這樣的船舶已經到了南海了 看看中國大陸 把這樣這麼大的巨大的船隻 已經拖到南海了 這意味著什麼意思呢 這意味著當然就是南海的主權了 看看這架飛機 很特別吧 這架飛機現在也在南海上空 開始巡弋了 要搶奪的是什麼 島嶼 那這架飛機是誰的呢 我們要來看一看了第三個呢 潛水艇 南海的海底下有各個國家的潛艇 大家最重要的目的呢 當然是搶奪主權了 看看南海的底下呢 藏有豐富的黑金 而這個黑金你要如何奪得到呢 你就要靠的是軍事實力 今天我們來探討一下 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消失的南海主權 請到幾位來賓 資深媒體人江中博 立剛好觀眾朋友晚安 資深媒體人彭華幹 立剛好各位晚安 資深軍事評論員張有話 立剛好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謝韓斌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謝國安 立剛好大家好 你要搶油 你要搶島 你要搶主權 這是世界在南海各國來說 包含連美國都想要插手的呢 對 而最近中國大陸就秘密的呢 派了052驅逐艦加兩艘魚艦船 開到哪去 開到了南海的一個仁愛礁島上面去 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 因為呢仁愛礁島被菲璧給佔領 而大陸想要把它給奪回來 但是我要先跟觀眾朋友講 軍事實力 50力已經過去了 好 那麼軍事實力就要先來看這艘052的驅逐艦 它不簡單啦 它叫外界懷疑 它應該就是052C 號稱中華神盾 喔 蓋良級的 講白話點 驅逐艦舟的勞斯萊斯 為什麼 我們先看剛剛影片中 它在那個船中間有一個四個圓圓的東西 對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那是什麼 觀眾朋友就這個 有沒有 1 2 3 4 它是 跟美國神盾一樣有這樣子的設備 對 它其實就是正面雷達 它是全中國大陸第一艘 配備四面正面雷達的喔 其實我跟各位講 全世界第一艘啦 好 那麼這樣的一個正面雷達呢 除了它已經等於說有點像千里眼之外 首先它可以搭載中共自制研發的無人機 此外呢 它有防空的導彈跟反艦的導彈 像是海洪9防空導彈 另外呢還有這個所謂的我剛才講的這個反艦導彈 這些到底是衝著誰來啊 就是衝著我剛才講的 仁愛礁在1999年5月9號 算到現在已經14年了耶 你知道嗎 菲律賓當初是怎麼佔它的 什麼佔法 不費一槍一彈 你知道菲律賓什麼不多就破船最多 它就真的用破船的策略開一艘破船 開到了仁愛礁島 演給誰看 演給世人看 它開到那個之後 它就說 擱淺了 等一下 你說就是這艘船 應該要拿去拆了吧 你看這艘船 第一個袖石斑駁 第二個它還下了毛 整個毛鏈全部把整艘船鎖在仁愛礁啊 我懷疑廢床產都不一定要拆 都不一定願意買來拆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 這艘船上只要插著是菲律賓的國旗 這代表菲律賓國土延伸 聰明 我告訴你 菲律賓人就是用你這樣的想法 所以他就把這艘船開到仁愛礁 然後說擱淺了 船底漏洞破水 擱淺了 國民政大就在那 還派士兵輪班值班耶 因為船上才能住啊 那個仁愛礁根本沒地方可以住人啊 你以為只有菲律賓人知道 要用這種方法來佔礁嗎 其實日本也很厲害 日本有一個礁島叫做沖之鳥啊 那個在太平洋中間 我跟各位講 有人就暱稱為什麼叫沖之鳥 就是海水一沖就不見了 所以很鳥的島啊 沖之鳥 那是開玩笑的講法 沖之鳥的島 立岡你知道有多小嗎 有多小 它有分東島跟北島 東島才一點多平方公尺 等一下 那就我們兩個現在站的距離 就一個東島這麼大 就很大的一個拋光石英磚而已 就我們這樣子就是一個島啊 北島才六點多平方公尺 六點多那我兩個再站遠一點點 這樣子六點多而已啊 所以一旦海水滿潮 噗噗噗噗不見了 只露出一兩塊的這個所謂的岩石 好啦日本人多聰明 你看那個就是那個島 剛剛那個島 你看從 如果從衛星照來看 你竟然還點得出來喔 哇這動畫你也點得太勉強了吧 其實根本看不到啦 但是日本人很聰明 我就把它變大變大變大 怎麼變大 他就把那個島上面的那個珊瑚 拿到了沖繩的阿家島去培育 培育好之後呢 再截肢 再丟回去這個沖之鳥島 沖之鳥島不就開始有很多的珊瑚礁了嗎 就變大了 慢慢把它浮上水面是不是啊 多聰明到了2009年 現在已經有五萬多株的珊瑚礁在那邊 你知道嗎 多聰明日本人 就直接向聯合國升起大陸棚的延伸 莫名其妙多出了 上千公里的海權啊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日本在上面設了一個氣象觀測站 站上面插了一個日本國旗 方圓200海里都是我的經濟海律 你看看是不是很聰明 聰明啊 你跟各位講 那麼呢 為什麼大家都要搶島 為什麼呢 因為搶島搶遊搶主權嘛 是不是 海底下資源可就是我一手掌控啦 那大陸人現在怎麼辦啊 搶島 算了啦 大陸人現在有個策略也蠻厲害的 我不跟你搶島了啦 那怎麼說 我直接跟你搶遊 有 你跟各位講啊 最近在中國大陸的青島港口 突然出現了一個這個 哇 航空母艦耶 對啊 航空母艦喔 航空母艦在新建了 後來發現這艘航空母艦開始開了 但是遼寧艦並沒有動啊 難道大陸有第二艘嗎 那這什麼 欸 對 它不是航空母艦 答案揭曉 它就是獅遊怪獸 大陸人要取名叫做 立彎三之一的巨型專遊平台 大陸自主研發動力缸 我跟你講喔 他們花了快兩年建造 你曉得嗎 它一年啊 可以啊 吸五十億立方公尺到八十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 你知道這一年吸的量 這麼多喔 夠我們台灣用多久嗎 用多久 猜一下嘛 幾年 五年 五年 十年 兩年 三百年 觀眾朋友 三百年 它吸一年我們可以用三百年 三百年這麼多啊 大陸就直接派這個巨大的鋼鐵怪獸 開到你南海去 跟你菲律賓直接搶天然氣 搶油 我搶你島幹什麼 好啦 那菲律賓也知道啦 菲律賓現在 你大陸有A計畫 我也來個B計畫反制你 他就派出了三艘軍艦 要來轟你的這個利灣三之一啊 他包括派了有沒有 驅逐艦 還有呢 這個運兵艦 巡邏艦 但最令人好奇的是 運兵艦上面 不是只載士兵 那載了什麼 他還載了很多船的材料 載船材料 那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菲律賓的想法就是 我要上去把仁愛嬌的那艘船 給修好 因為那艘船現在呢 一直在漏水 就一直往下沉嘛 修好不是要修好 是要修到他可以開 是要修到 他不會往下沉 但是菲律賓打算 一不做二不修 就是我不但要讓船艦無法往下沉 我還打算在仁愛嬌島上面 蓋個碉堡 那就是有軍事設施囉 對 因為碉堡蓋了 就可以有軍事防禦公式 我就可以上面架機槍 有誰靠近我就拿你機槍掃射你 好 我現在講的 不管是中國大陸還是日本 還是菲律賓 他們都在玩 海面上的軍備競賽 但你剛剛我告訴你 海面下的潛艦 那才精彩 海面下的潛艦怎麼樣的精彩法呢 看看周遭幾個國家 中國大陸 越南 菲律賓 他們呢 現在在海底下開始 摸都摸膝的 為什麼 因為水底下 潛水艇已經開始在四處遊走了 但是還有一個國家 一定要來參與他 那個國家呢 可就是美國啊 現在整個南海地區 我幫各位算過了 那有幾艘潛艦活動 大家猜猜看 嗯 三十一艘 等一下 這麼一個南海裡面有三十一艘潛水艇啊 對 三十一艘潛艦的活動 而其中主要的是四個國家 第一個國家 各位可以看 懂 KIDO 越南現在還要向俄羅斯 去買基諾級潛艦 那第二個國家 各位可以看看 是什麼 海南島 中國大陸的 中國大陸 三亞基地出來的 三亞基地 還有一個叫做臨水基地 臨水基地 它有三十二支隊 三十二支隊 一個是傳統動力的潛艦 另外一個是核子動力潛艦 另外一個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菲律賓啊 蘇比克灣 但是菲律賓有潛艇啊 美國的 用的是美國潛艇 所以美國潛艇是進到它以前的 海軍基地 蘇比克灣 對 還有一個國家 我們忽略了 因為它太遠 我們看不到 這是哪一個國家 日本 日本 所以日本的潛艇 也來湊一咖了 對 這四個國家 已經把整個的南海 全部都包圍住了 而這個地方 它也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如果各位理解到 各位理解到一件事實 你就可以了解了 南海局勢為什麼那麼複雜 就是整個南海 大概水深800公尺 那一般的潛艦 一般的潛艦 大概可以潛航 300公尺 潛航45天以上 我以Killogy為一個標杆 那現在中國大陸為什麼 中國大陸也好 美國也好 越南也好 它為什麼要把潛艦 部署在南海地區 各位有沒有考量過 誰距離南海最近 當然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啊 中國大陸從三亞跟淋水 兩個基地 這樣子出來的時候 潛艦一天 就可以到達東盟九國了 那請問美國要幾天 美國八九天跑不掉 美國跟日本最近 從橫須赫下來三天 好 然後呢 它要從夏威夷過來要七天 從聖地牙哥過來要九天 所以整個南海 它為什麼潛艦密度它會那麼高 就是大家的觀念就是說 我水面艦隊 我打不過你美國 我用航母殺手 潛艦我可以進行封鎖 我潛艦我也可以進行攻擊 況且這種水下的利器 那當然中國大陸今天 已經變成了潛艦大國 過去中國大陸有120多艘潛艦 現在中國大陸的潛艦 大概只有90多艘 數量反而少了 數量少 它主要的目的是說 我要發展水下的戰力 所以中國大陸最近十年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從前是R級跟W級 這樣子用了將近60年 那現在它十年以內 它發展出什麼 明級 元級 宋級 還有近級 還有商級 就是五種類型的潛艦 所以越南看了 他就緊張了 美國看了他也緊張 所以那個越南總理阮靖勇 他訪問俄羅斯 他是說 我要買Kilo級潛艦 叫做877級 877級 所以他還要去買這六艘 他也希望成立兩個潛艦支隊 那越南的動作頻頻 那現在中國大陸他也開始不客氣 他不客氣的 除了中國大陸 他在建造他的潛艦基地 現在老美他為什麼要把洛杉磯 集放在蘇比克灣 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也希望以前之前 那以前之前 他主要的目的 除了軍事上 各位想想看 還有什麼目的 兩個目的 一個是 21世紀的能源安全的問題 第二個是交通航道的問題 如果中國大陸他只要部署12艘潛艦 放在四個伏擊區的話 美國航空母艦 進都進不來 動彈不得 對 好 那第二個就是南海能源的問題 我上次給各位展 那個展示過的一個太平島 這個太平島的上方是個遊園區 下方是個遊園區 我們就可以不用浮動油價等等 所以我們看 現在美國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越南也好 菲律賓也好 日本也好 台灣也有潛艦 大概只有兩艘能出去吧 台灣兩艘沒有關係 但是到遊園地區 台灣兩個小時到達 只要部署在太平島的下方 我說過了 太平島是過去 日本是什麼 潛艦自殺基地 潛艦 它之所以要做自殺性的攻擊 因為它的水深 剛剛好它在島橋下面 所以潛艦在下面走的時候 不像海南島 是人工基地 人工基地 人工基地 但是我們的太平島是天然基地 我們也擺個兩艘的話 坦白來講 你可以左打菲律賓 東打菲律賓 西打越南 因為他們的目的是遊園 那我只要部署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他們呢 也沒有能力跟台灣再爭奪這種資源 所以台灣必須也要發展潛艦戰力 至少潛艦戰力 你的能源確保 你的交通航道確保的時候 台灣才有自己的未來 看看現在的南海 海底下有31艘潛水艇 幾個國家爭相掠奪的 當然就是海權加上了島嶼 因為最重要的可就是 大家所要共同爭奪的石油了 但是這個黑金要爭奪到 你得靠雙手 你得靠拳頭呢 我們台灣如果不去徵求的話呢 最後呢 你不爭奪 什麼東西都不會是你的 但是呢 這麼多的潛水艇在底下 那要如何做成一個3D的作戰方式呢 許許多國家包含了美國菲律賓還有印度 現在這時候啊 開始買反潛機 增強反潛機了 最新的反潛機也出爐了 因為最重要的是呢 就要鎖住南海呀 沒有錯 你看大陸從巴基斯坦那個瓜達爾港 一路這樣過來 斯里蘭卡 孟加拉 馬爾地夫 一直到緬甸 結果把印度整個掐死在那邊 掐死他 這個叫什麼 死亡弧線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步了 而且步得非常的積極 這個時候印度覺得 我已經快被掐到脖子了 所以我需要它 它就是誰 新的海神反潛機 叫P8 立剛 我們可能今年明年就會拿到我們的P3C了 對不對 我們還在P3C喔 日本人都用幾十年了 對 那不能這樣說嘛 總比沒有好嘛 其實說實話 P3C是不錯的飛機啦 不過那是上一個世紀的思維 現在印度得到了美國最新交機的P8i P8i有什麼 它的好處功能在哪裡呢 很簡單 我們就講說 P3其實是上一個世代的主力反潛機 對不對 但是P3它一定要飛到多低的地方 大概飛到1000尺 然後丟魚雷下來 丟魚雷下來 所以說它 高度要比較貼近於海底面 才能偵測到海底下的動靜 沒錯 300差不多公尺高 那個高度 那但是你下來的時候 老實講下去 風險變大了 對 風險變大 然而 人家用機砲 艦砲就可以把你打下來呢 完全正確 所以P8可以飛在15000尺的高空 什麼 這麼高喔 對 那幾乎已經到了5000公尺的高度了 5000公尺 你的飛機P3C300它飛5000 5000公尺要供潛潛水艇喔 不容易喔 不容易對不對 對 所以又需要這個 MK54輕量化魚雷 它特別加裝了什麼GPS套件你知道嗎 聰明套件叫做Long Shot 遠攻套件 它的高度就可以有10公里之高 這樣直接丟下來 由GPS遠端定位 然後母機 也就是P8i上面的電子運算機 告訴它 沿著既定的路線以及潛水艇的水文資料 竟然就可以在水下50到100公尺 擊中目標 這麼厲害啊 這叫裝了翅膀的輕量魚雷 也是美國現在最新發展的工錢武器 大家就曉得說 P8i它是劃時代的進步 但是P8i不是只有印度剛拿到喔 菲律賓也拿到了 什麼連菲律賓都拿到了 連菲律賓都拿到就代表說 左右準備怎麼樣 準備來對付中共潛艇的夾擊 美軍呢已經現在 現在馬尼拉部署了P8a P8a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P8i 印度的P8i會部署在哪裡 加爾各達這附近 左邊有印度的P8i 右邊有美軍的P8i 好你大陸的093潛艇 我們現在從頭 如果你要從東海艦隊這邊 因為093是商級的核子攻擊潛艇 094呢是在哪裡呢 是在南海為基地的戰略飛彈潛艇 當094要出來的時候093要先測位 才可以讓它一起出來到哪裡 到南海干預的時候 P8i升空 這邊的P8i為側印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架飛機的伸收距離 可以達到1200海里 可以互相cover支援 這麼遠的距離 對 所以住在菲律賓的P8i 就能跟印度P8i的資料鏈相結合 尤其他們又能夠滯空那麼久 他們竟然能夠滯空到18個鐘頭那麼久 這麼久 攜帶的武器是P3的三倍 所以說他們不但能夠滯空 如果093下來測位的時候 P8i一定先摧毀093潛艇 摧毀093潛艇之後 094彈道飛彈潛艇在南海基地 玉林基地就很難出來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P8i跟P8i組成了這個什麼 一個新的反死亡弧線 就可以穩穩地掐住南海艦隊的咽喉 但是在南海的海底下面 可是波濤洶湧 天空中有的反潛機 但是有一種飛機你要征搜它 不容易啊 什麼飛機啊 當然就是無人機啊 你老美有無人機到處在那邊炸射 到處在那邊征搜 現在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在南海開始部署無人機 中國在南海艦隊部署無人機 是受到了吊島事件的啟發 過去在吊島事件 中國大陸都用海監機海巡機 去觀察吊島的變化 那他們自從發展了無人機以後 它在無人機整個的上空 它滯空可以12個小時 滯空它又是低空進去 低空進去它可以拍攝整個島嶼的地形 那受到了吊島事件的衝擊跟啟發以後 中國決心把利劍無人機 部署在哪邊 部署在汕頭 那它部署在汕頭 它主要剛剛好是南海艦隊 跟東海艦隊的交界點 它部署在汕頭只有一個目的 它既可觀察台海 它也可以觀察南海 然後它主要的性能 未來它會搭載什麼 未來它會搭載P-10或者閃電12 那P-10的射程大概是42公里 閃電12將近80公里 換句話說 它可以長短間距 所以它查打一體的狀況之下 那這種利劍型 這種利劍型的無人偵測機 未來可能部署在港口 還有一個不要忘了 也有可能部署在遼寧艦上 如果它部署在遼寧艦上 或者在港口 我們來看這一張圖 各位可以發現 現在利劍是放在這個地方了 汕頭 汕頭這裡是台海 這裡是南海 也就是說利劍這樣子飛進南海 時間來說縮短 縮短 除了縮短以外 它還可以在永星島 它有一個接收站 可以起降 可以起降 裝備一些彈藥 對 就是換句話說 它海外它還有一個基地 所以它一定是這樣子 飛過來 剛剛好 永星島上還有蘇凱27戰機 中國大陸的整個的部署 我們已經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 如果南海發生戰爭 它會怎麼打 很簡單 就是那個永星島 它將未來是什麼 是中國大陸的用兵重鎮 一定是歷劍隱形無人機 然後不斷地在南海租島上面的巡弋 只要它發現越南也好 菲律賓也好 或者是其他國家 有兵力調度的情況的話 它會動用蘇凱27 蘇凱27 各位知道 它的作戰半徑1200公里 1200公里 由蘇凱27 跟隱形無人機的配合 潜艦接著出動 或者是 那個利艦隱形無人機 它就飛到了 再飛回去戰江 然後害翼龍無人機 再進行前方觀測 最後 我們出動 中國大陸 它一定會出動轟6M 用巡弋飛彈 去打它的政經中心 所以我們看 中國大陸現在 在整個的南海的布局 讓美國感到 越來越憂慮的真正的原因 因為它不只是 油援的爭奪 一旦讓 中國大陸 控制了整個南海 坦白來講 菲律賓也好 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美國也好 怎麼辦 你能源通道 就馬上被截斷 我們以這次台飛事件 來那個說 像汕頭這個地方 它可以飛到巴士海峽 或者巴丁堂海峽 然後偵測完的時候 蘇凱27海航師 就可以馬上過來 所以 我們不要小看 中國大陸 在南海的企圖 因為這也是 關心到 關西到 21世紀 整個 油援通道的安全 這也是美國 為什麼對中國大陸 那麼 顧忌的關鍵所在 看看南海 現在在21世紀的時候 大家倡導的是和平 但是南海底下的波濤洶湧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當然就是為了一個東西 黑金 石油 可是所有國家 所要爭奪跟掠奪的資源 但是在這些武器裝備上 背地裡大家互相在競賽 你有沒有看過 這飛狼這部 以及它的姐妹機 OH-58F 出場了 我們待會來告訴你 好 好 好